据报道 数据中心是支持AI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台电方面称 目前台湾北部地区供电较为困难 建议相关数据中心的厂商前往再生能源充足的中南部地区发展 台媒称 民进党声称台湾不缺电 如今台电又表示供电困难 对此 蓝营民带罗志强批评 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就是要阻碍业者在国民党主政的县市设立数据中心 这直接戳破了台湾不确定的谎言 而且AI产业非常的吃高科技人才 要AI产业不要在北部设厂根本就是强人所难 也是完全不懂科技产业的外行化 AI产业该不该难移再次引发蓝绿政治攻防 绿营方面称 国民党是在将能源问题政治化 发展AI产业需要庞大的用电量 但现实是电价成本或将再涨 台媒报道 台经济部门9月将再次召开电价审议会 讨论10月是否再次调涨电价 外界担忧 如果电价再涨 岛内物价将继续飙升 产业发展也将面临问题 这个应该算恶性循环吧 我觉得电价会涨 对于产业界来讲 电价是他们一个重要的成本的来源 所以如果今天推高电价 当然就会降低台湾产业 未来在这个全球市场上竞争的这样的一个竞争能力 这里是没有想法 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